中天官网中华2010金手指网路奖 网站综合服务金奖 中天新闻娱乐在此全面展现 全球社群施进在此无限延伸 创新媒体互动创意 最赞最推的网路影音品牌 焦点人物今天来看艺人温莱 如果你注意她的话 就会发现她刚出道的时候 跟现在的样子的确差很多 没错 这14年来她可以说是疯狂的 在自己的容貌上进行修整 2004年她割了双眼皮 06年她注射了玻尿酸来封城 还打脉冲光 那么几乎她说 每半年就得进场维修一次 这长期下来 这个累积的效果很可观 温莱变成了肖亚轩 两大天后撞脸 她也尴尬地说 英雄所见略同 跟后温莱美丽十足 不过怎么越看越眼熟了 竟然撞脸撞成了肖亚轩 大家对我在赛德克巴莱的 那个比较纯朴的造型 印象就比较深刻 那突然变得这么惊艳 变得那么狂野 所以一定会觉得有一点落差 1998年和吴宗献合唱屋顶 当时的温莱十八姑娘一朵花 只是这朵花还带点淡淡的土气 我觉得医学美容 因为我会有定期去雷射 因为我之前晒灯 就是晒皮肤晒黑 就是因为晒斑 贪成为整形的她 从2004年就动刀缝了双眼皮 2006年在注射不尿酸风唇 每半年还会打脉冲光 14年后她的脸型坚瘦 眼型拉长 鼻子窄挺 古惑女也整成了时尚肖亚轩 就英雄所见略同吧 因为美女的样子应该都差不多 就连温莱自己也是尴尬的 笑一笑看看两个人 不只是发型 眼睛 高挺的鼻子 性感的嘴唇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天后撞脸 整超像 也让外人看得不沙沙 中间宣王宗瀚 想陪台北怎么到